我是超康 歡迎來到TVPS 超康戰情勢 在我們現場的特寶來賓 有張宏露委員 陳婉惠委員 陳鳳馨小姐 陳玉琼委員 李永平前副市長 陳偉傑議員 另外我們要現在跟在花蓮災區的 傅崑琦他是副花蓮前縣長 是現在立法院的總召來連線 我們看到畫面他已經出來了 來 崑琦兄你好 趙大哥好 各位來賓 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 辛苦了 花蓮現在情況怎樣 跟大家全國的鄉親報告 感謝大家對花蓮這一次 零四 零三的大地震 能夠全力來關心協助 到目前為止有八人還是 有八個人還在失聯當中 還在搜山 目前在尋找當中 不幸罹難的部分目前有11個人 受傷有1000多人 現在比較麻煩的就是 現在全國18棟大樓來傾倒 不管是紅丹 黃丹 其中有17棟大樓 17棟大樓都在花蓮 現在從昨天的數字是需要動遷 需要安置的這些紅丹 黃丹戶 要改建或者是要大樓全面補牆 現在目前為止 到昨天是1365戶 到今天已經1471戶 比照2018年的0206大地震 當時已經非常非常的嚴重 但是當時需要來安置 動遷的只有200戶 現在已經到1471戶 甚至未來還要再到多少戶 不曉得 所以有幾千人都需要安置 花蓮並沒有這麼多的 出租房可以來租 所以現在人員安置的問題 要怎麼安心 那這些無家可歸的人 要怎麼樣的來安置 這是我們現在非常非常 全力以赴頭痛的問題 那我要再次的感謝 這一次來自全國的特殊隊 包括內政部消防署的特殊隊 還有基隆 台東 高雄 台南 屏東 這麼多特殊隊 都能夠第一時間趕到花蓮 來救災救人 把上千人 幾千人從這個 受難的大樓裡面 把他們帶出來 那同時也再次感謝台北市 跟台中市 在災情發生的半小時內 就聯絡花蓮 希望派特殊隊過來 因為我們當時人數已經夠了 就希望他們納入第二批 再過來我們都誠摯地表達感謝 也謝謝全國這麼多的慈善團體 NGO 還有這個紅十字會 世界展望會 慈濟 都在第一時間趕到我們的花蓮災區 來安慰這些災民 在每一個收容所 能夠給他們各種的心靈的撫慰 讓他們能夠安心地定下來 我們再一次地誠摯地表達感謝 那真的跟各位報告 這一次跟921同級的 這樣的一個大災難 幾幾乎花蓮人大概 這一百年沒有碰過 這麼可怕的情況 幾幾乎家家戶戶所有的這些 所有只要在櫃子上的東西 全部掉下來 不是砸毀 就是包括門窗 玻璃都破掉 所以現在幾幾乎乎都還在善後 家家戶戶都還在善後 這種情況之下 真的需要各界一起來關心 讓大家一起撫慰人心 也面對未來不只要救災救人 我們也再次謝謝 目前在這個太魯閣公園 在天翔這裡 台八線這裡 還有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特收隊的隊員 還在找尋最後失蹤的八位 這些目前在災區 在最嚴重的災區 目前還沒有找到的人 還在找尋當中 對於這個鐵路 現在已經雖然搶通 但是我們的公路目前是一天 只有三個時間 只有三個小時能通車 我們也感謝公路總局 不只搶通 再搶通台八線 也把整個蘇花公路 現在做最急迫的變道 讓大家能夠來走 不過我們要再次表達 我們敬畏天地 但是實在人沒有辦法 一天到晚在這種環境當中 來跟大自然來抗衡 來搏鬥 是 好 那個大概了解了 就是說 畫力需要重建 是 那他現在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先救災 救災未來就要重建 那今天媒體的頭版是中橫搶通 那另外 中橫情況到底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 道路被震的滿目窗移 經過五天搶修後 終於恢復單線雙向通車 但三處路段仍採取管制 因為沿線共計13處邊坡倒塌 大小快碎石 佔據路面 這邊是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出入口 可以看到旁邊的山壁 因為山崩已經光凸凸了一片 這邊來看也是滿地的碎石 而且這個入口呢 就是中橫的出入口 但是現在是封閉的 只出不進 加上間接性雨勢不斷 大小有感餘震已累計740次 中橫公路西段 歷經25年休養生息 行政院今年2月通過 復健可行性評估 最快2037年可以動工 但這一次強震 中橫再一次傷痕累累 環保律師詹順貴認為 每年投入收件經費成本 可能比當地觀光和蔬果 運輸收益高出許多 不過對於學界說法 陳建仁沒有正面回應 正在發生以後呢 這一個處理呢 我們必須要相當的謹慎 因為台灣地主在地震頻繁的地區 台風浩於土石流 這就是宿命 地質不穩定的地方 你修了一條路 其實再講白一點 你是騙人進去送死了 只是中橫的下一步 確實成為複雜的選擇題 因為居民真的等不了了 回家的路與能否人定順天 相關決策都將成 專家難題 那邊花蓮有個叫做西保國小 59個師生 結果他要怎麼辦呢 他要從中橫到了南投 在南投繞從台東回花蓮 所以回家路真的非常遙遠 那有很資深的公路局員工說 這是有史以來 他至少他知道的最嚴重的 太魯閣天鄉路段 柔長寸斷 那最美的一個地方 說中橫的路況 大家看到像戰場一樣 落實滿地 當然也有學者 環保團體認為說地質很脆弱 然後不要想人定勝天 中橫應該休養生息 其實每次有災變 好像都有這樣的討論 昆吉兄 到底將來中橫應該好好把它修復 還是說讓它休養生息 其實原路的修建 實在已經不符時代的需求 我們再次的表達台灣島就這麼小 而且台灣是已經是一個 已開發的國家 不管是環島高速公路 環島高鐵 或者是中部貫通的 中部貫通的這個國道六號 其實今時今日 全世界都在發展 台灣實在早就應該 把這些安全的路 早就應該來興建規劃 而且這些路在之前就已經有安排好 準備要做 在民國79年國道六號 就已經準備要來興建 那我想大家對環境的愛護 東部人一樣愛護 非常的愛護 但是我要強調的就是 環島的不管是高鐵或是高速公路 亦或是中部橫貫的國道六號 都是給全國跟全世界的朋友 一起來用 花蓮人只有32萬人 但是一年進出花蓮有1200萬到1400萬人次 有這麼多來自台灣 來自全世界的觀光客 來到這裡 這是讓大家有一個安全舒適的空間 我們看到這一次 如同幾十顆核彈爆發的 7.2級的大地震 結果我們看到 蘇花公路又把多少人命帶走 這樣子崩塌下來 這真的不是一個以開發國家 人民該過的生活 我們不是孟加拉 我們不是伊索皮亞 我們要再次強調 蘇花蓋當時在興建的時候 多少多少多少人表示不同的意見 但是不同意見的人 今天都還是走蘇花蓋 而且蘇花蓋在通車以後 再碰到這一次的這麼強大的一個大地震 蘇花蓋所有的路段隧道橋樑都是安全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再一次的表達 不管是環島高鐵 環島高速路網 以及國道6號的打通 這個都是讓全國的人民 能夠安全的網板 讓台灣能夠成為一個共同的生活圈 一個國家不可能有兩個國度 但是原有的這些舊路山路 如果還要再走的話 真的實在是沒有什麼很必要 現在全世界的科技都這麼樣的發達 台灣不能再土法煉鋼 那麼除了 很多的邏輯 只是要做跟不做而已 因為現在還不少人失聯或是失蹤 我們當然希望他們都能夠 平安的被救到 包括一對新加坡的夫婦 另外現在陸空都前進沙卡黨 另外還有六個人失蹤 有搜救隊說離遺體只剩下300公尺 都寸步難行 我們看一下狀況 怪獸經過陡峭山壁 這一震動又有更多落石崩落 搜救隊持續停進災區 仔細搜索每處岩石縫隙 台湾聲響在山谷之間不斷回盪 這裡是花蓮沙卡蕩步道 搜救隊還要繼續搜索 因為失聯的一家屋口 還有三名家庭成員 以及另外一對新加坡夫妻 還沒找到 我們先找到做標記 然後我們再來嘗試看 可以是用人力或者需要送地去 那當然是需要人力的部分 可以做救援的話 我們就是優先採取人力救援 因為 沙卡蕩步道在其嚴重 搜救隊拔號一早 並分兩路持續救援 失聯的一家屋口 目前六名特搜人員 在步道0.5公里處 持續搜索剩下的家庭成員 澳籍新加坡夫妻 則是在五間屋1.5公里處 以七人三犬勤裝搜尋 來台協助的土耳其 無人機搜救隊 已經離開沙卡蕩步道 前往台八線拍攝3D建模 失聯的一家屋口 進入已經巡獲爸爸及大女兒的遺體 還要等待進一步海蛙救出 而怪獸持續開闢道路前往災區 已經過橋停進300公尺 很深的水潭也都填土完成 失聯加速每分每秒都是煎熬 希望趕緊找到人放下行中大石 好 那麼花蓮 因為現在人還在持續搜救當中 所以到底怎麼樣 那將來怎麼樣 把這個花蓮的道路恢復 然後現在受傷到的時候 就算了他休養生息 再新闢新的道路嗎 那將來怎麼樣的整個花蓮 再重建 如何重建 休息一下回來 好 那麼花蓮是地震的災情非常嚴重 資深工程員說是百年從來沒有見到的 我當兵的時候第一年是在花蓮 在花蓮當預官少衛 所以對花蓮很有感情 常常講好山好水 台灣最後一片淨土 但是每次颱風 地震 經常花蓮都是受災相當大的地區 因為地形很惡劣 說我們的無人機好像無用武之地 奇怪 我們不是一個無人機國家隊嗎 現在靠了土耳其的無人機 然後到了花蓮前進指揮所 完成兩次的3D取向 所以他們說這也凸顯了台灣無人機國家隊 現有的困境 而且我看土耳其無人機拿的無人機 不是多偉大的無人機 就是簡單的無人機 是照相而已 又不想去攻擊 什麼補給 並沒有 到底台灣的無人機 到底現在情況到底如何 現在各國打仗 你看烏克蘭和俄羅斯 無人機 烏克蘭一個月打掉1萬架無人機 我們到底怎樣 因為有超過100國的政要慰問台灣 蔡英文說這叫做散的循環 那另外賴清的蕭美琴都去了 但是蔡英文都沒去 我們先看一下土耳其無人機的情況 暴走無人機轉圈 土耳其搜救隊在天翔段185K至167K處 執行放飛前設定 深山中土耳其無人機隊 投入救災 要跟時間賽跑 幫忙攜尋 仍失蹤民眾 熄目的紅色無人機 在山區飛行 他們跟台灣搜救隊也劃分任務 這回土耳其特搜隊 帶了三種無人機 還有另一款白色的 是能垂直起降的固定翼無人機 7號台土無人機聯合 一共進行三次任務飛行 成功完成兩次取向任務 因為災區惡劣地形 真的不容易 除了空拍量 地面也出動三台大型機具 經由令霧溪抵達沙卡蕩步道口 沿途排除石塊障礙 最重要是協助兩名游信罹難者脫困 就是以大機具開挖 先進行開挖 然後快接觸大體的時候 我們就是可能去 以小機具 甚至是用人機去挖掘 就是保存大體的完整 面臨地震後的險峻環境 特搜隊拼克服萬難 好 我們現在跟花蓮前縣長 傅崑崎副總召在連線 崑崎兄請問 就是說整個花蓮的修復 帶重建需要多少錢 你們現在中央有答應給你們 各種的資源嗎 我先補充報告一下 剛剛趙大哥所提到的問題 因為第一時間這個內政部 就希望把無人機來放飛 因為畢竟困在山區裡的民眾 在山崩的崩塌的地方 能不能看到有人焉身環的跡象 但是我們國內目前消防署 內政部能夠有的無人機 大概只能飛大概一個短距離 沒有辦法到長距離 所以當時我跟林若昌部長 在討論這個事情 他也覺得不可思議 為什麼我們既然一個國家 既然連一個基本上 能收救的無人機都沒有 所以到最後是 由土耳其的無人機來 是因為這個狀況 而當時就是因為崩塌的地方 人群非常多在裡面 不曉得這個狀況如何 包括新加坡的這兩位遊客 也是在薩卡丹那裡下的巴士 從那裡下車 也包括遊家一家五口 都是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大家都很急 因為當時落實不斷 這個特艘隊實在是沒有辦法前進 那時候需要說由空中來指引 但是我們實在 我們國內竟然我們的政府機構 竟然沒有這樣的一個設備 然後跟軍方調 然後也沒有 然後最後只有等國外的來救援 所以我覺得我們國家的救災救難的能量 真的應該好好來思考討論一下 好 那現在目前為止 花蓮的災情 是跟921一樣的同樣的大地震 所以可以想見說全國有18棟這個大樓 需要來整建或重建 有17棟在花蓮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有這麼多這麼多 包括這個 英雄館 天王星 上海關 蓮花 還有這個統帥 馬可波羅 華爾街大樓 這個整整這些大樓 所有的洞牽需要1471戶 那我們也一再拜託內政部 是不是能夠盡快 行政院是不是盡快 能夠讓這些幾千人能夠來安置 幾千人能夠來安置 到現在內政部行政院 目前對這個事情還沒有正式的回覆 但是我們已經不斷地表達這個需求 我們也拜訪了慈濟 希望慈濟的慈善事業這個機構 能夠來給我們這個組合屋 組合屋能夠來協助他們 因為畢竟這些無家可歸的 1400多戶住在飯店裡面 住在飯店裡面是他們沒有辦法承受的 因為畢竟是一個家庭 住在那裡是沒有辦法的 短期可以住在那裡 因為畢竟要重建 重建要兩年兩年半甚至三年 因為它都是大樓它不是矮房子 都是大樓 甚至有16樓15樓的大樓 這個重建都需要花時間 那如果說 如果說還住在飯店或民宿裡面 很多人沒有辦法 那你要去一清的話 也不可能一清兩年半 所以要有一個最基本的 像921大地震的那種組合屋 能夠讓他們來居住 那花蓮縣政府徐政會縣長 已經把該用的這些公有地 都已經找到了 要安置災民的這個公有地 都已經找到了 但是現在如果說 在一直在等待我們組合屋 什麼時候能夠來 這個真的是 那一定要讓 一定要讓這些災民 無家可貴的災民 一定要讓他們先能夠安心 一定能夠安心 我們重建的工作 才能夠來復原 了解 就是包括東華大學 包括花蓮女中的樓也倒了 然後還有好多的橋樑 還有好多的道路 公共設施損毀 現在到目前為止 行政院撥了3億 3億給花蓮縣政府 那我們先不討論說 這個3億夠還是不夠 但是我們跟公共工程委員會 已經開過第一次的會議 就目前第一期的災損 現在整個需要全部的重建 光公共設施的部分 就要幾十億 了解 如果是民間的話 那個數字是遠遠超過 3億當然不夠 3億怎麼能夠 我有同事的還在東華念書 說現在很慘 連在東華很多校舍都倒了 實驗室都倒了 都要視訊了 沒辦法去實體去上課 很慘 蔡英文還沒去 到底講 現在雖然賴清德小美心去 但蔡英文還是現任總統 總統府說 總統去會增加為安的負擔 所以乾脆不要去 當然這每次都有不同的看法 總統該不該去我們看一下 請總統獻花 穿著防風 夾克外套 總統蔡英文表情嚴肅 在行政院長陳建仁 監察院長陳菊 陪同下出席民主前輩 鄭南榮 訓到35週年追思紀念會 我們擁有的民主自由 並非毅力不搖 維權主義的擴張和假訊息的攻擊 是全球性的挑戰 也對台灣的民主自由 形成莫大的威脅 大談言論自由和轉型正義 不過0403花蓮地震 准政府總統賴清德蕭美琴 都在災後兩天內 就到花蓮關心救援進度 那蔡總統呢 藍營立委質疑眼看 0403地震已經第五天了 看到賴清德蕭美琴 那他們在第一時間 都有到花蓮去震災 我想這也是因為 他們520即將上任 但是呢 蔡英文她仍然是現任的總統 那麼發生這麼大的災害 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去勘災 這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彈開過去大事件 2018年花蓮強震 深夜震垮同帥大樓 蔡總統隔天早上7點 就抵達花蓮 2023年小犬颱風 總統也在災後兩天 臨時新增行程 南下屏東看災 對此總統府澄清 總統第一時間 就到中央災訪應變中心指揮 為了讓第一線救災人員 不應總統行程增加為安負擔 總統將另擇合適時間 前往花蓮 處理災後 重建復原工作 強調執政團隊分進合集 總統不逝不去 只是時間未定 昆吉兄 有傳言 說大家捐給花蓮縣政府的捐款 這個八億元是用在 結果就給了食材業者 跟觀光業者紓困 所以網路上有一些批評 我想你也看到了 你說造口業會後援子孫 另外 因為你搬家 所以家裡面都倒了 但是也有人說 你很多禮盒 有些禮盒還是茅台酒等等 你怎麼看 就是說你對這兩種網路上的傳言 是不是請你利用這個機會說明一下 我想我在這裡再一次的 向全國關心花蓮震災的好朋友 來表達感謝 對所有救災的人員 也再一次表達你們的辛勞 這麼多人不顧著自己的生命 深入災區去搶救這些受難者 我們再一次的表達致敬 那在這裡再一次的強調 我家就是災區 而我家所有的東西 都是我傅崑崎買的 在花蓮是買不到茅台酒的 這個都是我每一趟出國的時候 在香港機場 在大陸機場去買的 那我家人到出國去 去買了一些 去買了一些紀念品來 陳如網路上說的 說是貴婦茶 結果大家Google一下就知道 那一袋700塊台幣到1000塊台幣 我想我們完全無法理解 在這麼樣一個大的災難裡面 是用什麼樣的心情 來看待這些受災受難的人 台灣不是最善良最美麗的 就是人嗎 我們在看到一位日本的作家 再三地表達 為什麼他呼籲日本人 要來救助花蓮大地震的時候 我們還有這麼多的網軍 側翼去把它洗板 說不能捐給花蓮 也不能捐給紅十字會 說因為這是藍營在控制的 我想今天救災還有分顏色嗎 人命還有分顏色嗎 我們的孩子都在這塊土地上長大 還有分彼此你我嗎 我覺得完全不可思議 自古以來大災大難當中 大家都是要質疑要祈福才能消災 要從災難中得到任何利益 是殃及子孫的 我要再三表達 怎麼會有這麼多奇怪的事情 復婚期三十幾歲 就是上市公司的老闆 白收幾家 我家不能有幾萬塊的東西 我自己買的東西 這很奇怪 而且為什麼這麼沒有同理心 我們再一次的表達 0206 0206的大地震 2018年 花蓮縣政府 所有的善款支出 我要在這裡 跟大家做一個清楚的報告 這裡面善款委員會 負責所有善款的支出 他的負責人 叫做張善政先生 前行政院長 裡面包括 包括 這個 中國時報的社長 四位大律師 還有 東華大學的校長 建築物工會的理事長 實際院的院長 台灣省土木祭司工會的處長 所有有災民的代表 都在這裡 請問以後哪一樣支出 不用經過這些人同意 而更荒唐的是 更荒唐的是 更荒唐的是 所有的 災難的支出 全部 全部 是由行政院 全部按照行政院的指示來辦理 我們再強調一次 全部按照 當時行政院 行政院 我們也一起到了行政院 由行政院當時的 院長是賴清德先生 秘書長是陳美玲女士 他們主持的會議 告訴我們 所有受災的人 包括食材業者 包括食材業者 花蓮受傷慘重 通通用善款來支應 還可以考慮到 用台南 用台南 微貫大樓倒塌 當時營業損失 都可以用善款來補貼 全部 全部 是按照 全部是按照 這個行政院的 相關的規定來做的 再過來 這個是 當時 也是現在 兩次 兩次花蓮的大地震 因為食材業 從業人員 超過一萬人 是花蓮 除了觀光以外 最大的產業 我們看一下 當時 現在 當時跟現在 都是一樣的 都是經濟部宣布 200億貸款 200億貸款 然後呢 補助 補助 1%的利息 一年就是2億 花蓮 花蓮 三款委員會 就是補助 一年2億的利息 而且是以 有沒有申請到200億為準 那個是暫時規劃的 暫時規劃的 大家在看到 這個全部 王美花說的 在這裡 這可以再放大一點 再放大一點 這個經濟部 撥20億補貼業者 補貼20億 所以 地方善款 當時 他們是20億 地方善款 用四年 一年兩億 是匡列 八億這樣來的 完全是對應 行政院 院會開會的 會議決議 還有經濟部 對於產業 重建 以及紓困 所有 所有的 再看到這一塊 再看到這一塊 這塊 再看到這一塊 這自由時報登的 這自由時報登的 補貼20億 十倍貸款到兩百億 我要再一次的 我要再一次 跟全國國人 來報告 我個人怎麼樣 受到侮辱 只要人民 能夠得到 災民能夠得到 安置 我一概都忍耐 我個人容辱不重要 2018年 所有的災後重建 完全按照 行政院的要求 來辦 配合經濟部來辦的 但是他們的網軍跟側翼 卻是這樣子的 來糟蹋花蓮 好 了解 了解 所以 我們真的無法想像 這是一個國家共同的人民嗎 因為他們在網路上講 說錢都不要捐給花蓮政府 現在都直接捐給中央 不能捐給花蓮 事實際上 這一點我是相信 副前縣長 如果他敢做這些事情 早就把他抓起來了 你知道當時還派了那個 法務部的那個市長 坐鎮在花蓮 就要去抓他的各種 我特別再跟大家報告 因為民進黨把我押去勞改 用法務部進駐花蓮縣政府 都不用搜索 直接頒資料 跟連政署 法務部地檢署 調查局東基組 五大單位聯合調查 查我九年所有的事情 乾乾淨淨 傅君齊三十幾歲就是企業家 沒有再看這些 好 了解 好 那麼也祝福花蓮 我再一次的希望大家 救災跟整件工資能夠順利 拜託大家搶救花蓮 OK 謝謝 我們續續再回來 好 了解 我們可以ел達到 詞吉 bei刷子 我是一個組造的 js課題 不是邀請 決生 雙子 匙子